《药福音》第4章第36节 修割的人得公家 即促五谷到永生 叫杀种和修割的一同快乐 所以如果你从根基去理解 就明白当日我开始教会的时候 首先是由广道开始 就是广道不重复 并且是领先啟后 并且广道的程序和速度 是让你能够去结合实际的执行和参与 里面不单止我说的一个讯息 是让你们在知识上累积 在善慕善行或者善慕能够参与里面都累积 大家看到我们说 这么多年都是的 我们说关于医药也好 我们说关于看太阳也好 图讯息当你一边听 一边是怎样的 你善慕参与的 你的情绪是否慢慢累积和建立 原来在过程中加入适合的行动 教会整体一起去做 大家有实际执行上面的智慧 等到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不会做错 你发觉经过三个月的教员 每个人都在做着 每个人都得到那个益处 明白吗? 你发觉这个现象在我们教会上有 其他教会是绝无紧有 原因就是这个 原因就是根本你们所听的真理 打从一开始的石安 从未开始之前 神就已经告诉我 全都要累积 因为我是第一手 经历在自己身上 我经历在自己身上 不只是知识的累积 为什么我对神的委身会累积呢? 为什么我会对神话语的感动会累积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听某些诗歌 我听得多的时候 不会越听越厌 反而我听的感觉会累积呢? 这些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而家诸你们身上 但有些牧师为什么不懂做 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在自己身上 他对信仰的认真程度 从来都未到这样的阶段 被人赞两句 有足够的骄傲 走出来自称自己是牧师 我去全职 很多这些扭乱 当然有些敗类中派 又鼓励这件事 我们都是找饭吃的 你肯全职 就离开我们的教会做事 搞到教会 变成现在个人认为 信仰应该不是这么认真的 不是应该这样做的 而信仰其实是没有东西提供给我 于是乎我无论在 上教会和我犯奸淫 或者我在世界上做事 不择手段 完全没有抵触 但问题是 你回到一间好的教会 你慢慢 你直成那份卫生 和对神那份爱 你会发觉 你根本不可以不处理你的罪 原因就是 现在你看到 你教会根本给不到这件事 就如我所说 很多所谓全职的人 根本都没有让这件事 做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不能够做在自己身上 你怎么可以带领别人的时候 你做在别人身上 因为现在说你是领袖 说你是带领和 对不对 不是说你走出去附和 所以如果从这个概念 你就理解 原来当我们信仰能够累积的话 就好像一粒子粒 它由半满慢慢充满 它变成一粒饱满的子粒 那你就明白为何神说信仰 是有康培的信仰 也有饱满子粒的信仰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累积了 他们懂得累积了 但问题是 你会发觉 基本上教会的工作 就是帮你累积的 而事实上 你会看到 在我们教会当中 也是因为有这个循环 就是很多信息 我教了 然后让你按部 就能做到 事实上我们的信息 因为讲完一套 就讲第二套 我们不是每周 每年月月都在讲 吃太阳 也不是每年月月 讲相让水 也不是每年月月 讲摩西诗篇 也不是每年月月 讲同一个题目 我们会不断 按着神说 给我们的时代信息 现在我们讲到 当你现在听的时候 应该是天马座 这一套信息 还继续讲 但问题是 因为以前全部都有累积 那你们就有前辈 你们就有一些 根本已经做完 那样东西的前辈 在你眼前 就有一个 现成的榜样 现成的一个导师 他会教你 他教你的时候 不是教知识 因为他自己懂 他自己改变了 当然这个改变 不是因为 他是因为回了一间教会 于是乎 我们教他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 所谓Clicklum 就是这个课程底下 他们成长了 当然 他们的骄傲 他们有和 他以为我多聪明 他们有机性 真的有这样的人 跌倒了 甚至觉得自己比佑 好多人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 分了一间教会 那些语别不同 对吧 但问题是 那些不骄傲 那些真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懂得谦卑 参与并投入 他不会花时间 去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或者自我王国 那些甘愿 在这里继续成为 你们的老前辈 愿意以一个学习的身份 在这里的话 那些加上负责人 这些的领袖 就是你眼前最好的榜样 那教会的社区 就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不断找桌头 明白吗 对于很多弟兄姊妹 回到来的时候 变成所有 他对什么有兴趣的话 他都会发觉 身边有一班的导师在 这班导师 不是因为他自己出息 是因为他回到一间教会 他自自然而 是很自然的 让他的生活里面 是累积了他的震撼 累积了他的卫生 累积了他行真理当中的 这些所谓经验 那现在你就明白了 回到石巷当中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然后骄傲 觉得自己很卫生 觉得自己很棒 很有经验 那些 然后因为这样跌倒 那些 你想想多无自知之明 你想想多自作多情 他是因为回到这间教会 原因就是 不是他打虫 一信主就懂得做这件事 因为如我所说 我现时认识香港的 是没有一个牧师 懂得这些 但他们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没有做在自己身上 但是我因为做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懂得用在石岸 你千万不要想着这个 于是乎一定是很难的工作 其实不是的 那里面牵涉到 只不过是很有智慧的 作出一些的 选择和开始 你知不知道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有多少我身边的领袖 会有很多意见给我呢 而很多意见当中 为什么我独特只选择某些 原因就是 那些的意见是可以累积 不可以累积的 另外的九成九全部都要淘汰 明白吗 但是很多牧师 就是不懂得 连这些选择都不懂 不要说要创办这些系统出来 因为我純純都说 神不是精神分裂 不是做了这件事 做了另一件事 你发觉精神分裂的人 是不能累积的 他的友谊又不能累积 他生命当中很多名誉 又不能累积 他自己的成功 又不能累积 典型现在很多教会就是这样 如果神是带领我们教会 是学习恩赐运作 他不会突然间 就会将那样东西否定 他一定会让我们慢慢累积 由恩赐运作 变成可以有按手礼 由按手礼 可以变成交流报道的恩赐运作 因为按手礼 你是为一些信了主人 恩赐运作 交流报道 你只是为了 不信主的人 要求更加高 街道报道的恩赐运作 甚至可以去到 带聚会的恩赐运作 和说的聚会的恩赐运作 这就是神一定会这样做 明白吗 他不是精神不念 他是那位神 他教的真理根本是 源源不绝 而会的真理 都是为了改变我们 既然神的心意 是为了改变我们 甚至讨告也为了改变我们 在当初我信主 之初我考虑到 如何使得每一次 我们接触神的讯息 我们会受到最大的改变 所以就如我所说 听道要专心 不要让任何东西测出 让你分心 所以你看到 在教会当中 无论是港道的内容 或者是一气苛成 如果资料员就知道了 他有机会参与我教他们 如何安排我的港道 次序 或者是出来的VO 里面是不容易 有一句说话让你分心 直接尽量拿开 有一句说话让你胡怡 分心 或者让你去想一些问题 如果问题叉开了 那些说话 是要把它修正 这个是这么多年里面 你们听的一个小时 讲到也好 四个半小时 讲到也好 是每句说话 这样考虑过的 是因为 因为我发觉 在我自己听港道的时候 如何才能达到最大的改变 明白吗 因为既然信仰是改变你 使你成长 那究竟 怎能使得每一个段落 都达到最大改变 每一个段落 都达到最大的成长 所以我在我自己听港道的时候 我就发现 咦 我有这样的态度 我有这样用时间的方法 我有这样的环境 我就会是 无论是改变 和长进 都能够达到最大的了 而实际上 我还想慢慢发现 当我听港道 听一些的圣经 或者是分享 哪个人的讲法 哪一种的恩高 是能够一样 对我达到最大的改变 和最大的帮助 达到最大的震撼 那我就用了一种方法 而再将这个方法 去考虑到它能够累积的话 那我们的信仰 在神的面前 一路一路成长 就能够积蓄五谷 杜荣生 《药方》第四章第三十六节 收割的人得公家 积蓄五谷杜荣生 叫杀荣一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让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 享受奋平在我头边 容我身靠近 全力走近你 谁以求你为 命都不惜你 神真理说话 尚未再思一 全流发现的气 而我依靠你 永不离我心灵 可想尋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